直播下单,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啊 这一件是需要,这一件穿M就好了 它所谓的小心机,小心感这种 落影落下,因为它的扭扣,前面整排扭扣是开完 它的V是刚,不会太低V 对,低一点,可是不会走光 如果你怕走光,还是你觉得它太V了 你里面可以穿一个小背心 前面整排扭扣是开的,它整体穿起来很有那个复古的那个感觉 下摆要属于这样子大A的版型啊 下摆这边是这样子大A的 左后面,后面是这样子 穿的时候就是前面整排扭扣开了,这样子套上来 790级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价钱 因为这厂家的基本上三位数是垮不掉的啊 现在这一件,79级就可以倒走了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啊,M size就好了 数量很少啊,要的话都建议你们直接直播下单 这个款式我是穿着M,那个M我们提供的尺寸就是我的size 就是刚刚好,其实它有一点空间 可是是因为它前面一整排扭扣啊 所以这个款式穿起来完全是接近平凉 没有称没有拉哈 因为不能称太多哦 它是前面一整排扭扣 在手上面料画面它就不是很大 所以说这个款式你的size跟我一样的啊 选择M size就好了 我是穿着M,卡中间拿大不可以拿小 是因为前面扭扣,我们不建议你穿起来这样称啊 不建议哈 所以说,如果你是跟我的M刚刚好啊 我现在就是穿着M size 就是我的size啊 没有多余的空间啊 可是虽然是说没有多余的空间 可是穿着我现在不会有laser 不舒服是不会的 就是刚刚好我的size啊 我是穿着M 显瘦的颜色就有两个啦 一的是打Coffee 或者是助理身上的黑色 你要很复古打卡 秋冬打卡很有那氛围感的 带走我身上这个Coffee卡了 OK 前面整排有扣是开的玩 Dip V 它算是Dip V了 OK 如果你怕走光还是怕笑 其实它是不会走光 可能啊 你有些人觉得上班不能穿这样V的话 你可以里面穿一个小背心色 OK OK的 可是对我来讲它是刚刚好 OK 我就换青色给你们看 要的话赶快啊 OK 数量非常非常高 青色M没有了 所以L现在有黑色卡 打Coffee而已 顺利你的青色L收啦 就是一件 有些只是一件而已啊 所以你们要的话动作快哈 青色M也是只剩下一件 然后就是说 青色的S也是只有两件 所以你们要青色的动作快 呃 其他的颜色 大概一个三到四件就没有了哈 因为这个价钱是非常非常的特价 79 所以说 呃 喜欢的话 一样可以直接带走两个色 或者是宝色哈 只需要79而已哈 卡中间啊 大家要记得这个款式必须拿大不可以拿小哈 是因为它全面一整排扭扣都可以开的 那么基本上上围的腰围穿到 臀部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哈 你可以配搭回我们刚才那个腰带 这一次呢 我就没有绑腰带 ok 我身上的青色 你要比较Outstanding的颜色 带走青色 ok 青色剩下S和M啊 V刚刚好 不会说V到走光之类的 所以说明它的青方面呢 它是属于比较亮的深青色 亮的青色不是暗 可能有些镜头它会带暗 它不是 它是属于 Face 下围比较亮的青色 可是它不是那种荧光的青啊 不是啊 只是说 Compare来说它是带亮的青啊 不是暗的 还是灰青 不是哈 面料是有弹性 可是穿我们提供的尺寸都是接近平 两位 毕竟它是整排扭扣是开得完 ok 我身上穿的青色 基本上如果你上围和腰穿到 下围不会有问题 ok 我就换黑色给你们看先 阿米川你的是Brow XO了 跟着柱里的尺寸下单啊 这一根穿M size就好了 所以说青色还是加SM而已啊 青色的M也是只有一件啊 谁要青色的M赶快哈 面料方面是属于一个 比较极少看到的款式方面啊 这个款式啊 是纯兴的款式啊 这么长的一个长裙 价钱79 真的 如果你早日没有秀的话 赶快带走它哈 非常显瘦的材材 还有就是说 谁要申平啊 它的面料啊 它的面料是这样子的啊 不是碳不平还是面料的问题啊 它的面料就是这样子 有点像它不是皱啊 它的textual是这样子的 你感觉它好像碳不直这样啊 不是那个面料的瑕疵啊 它的面料就是这样子的 全新的面料之前厂家完全没有用过这一个面料 一样啊 这个面料是很舒服很凉爽的就对了 呃黑色就有那个little black 或者是那个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它前面的V OK 不露啊 不露的那个小性感 OK 我身上穿的黑色 其实如果你买不到青色 你想要那个有点啊 怎么说呢 所谓的神秘感加小性感的话 这一件的黑色必带走 OK 显瘦有两个色 一的是黑 或者是dark coffee 这两个色都会很显瘦 如果你有太多黑色的话 你想要找一件显瘦的来 然后又比较复古的 你可以带走这个dark coffee 它所有的纽扣的颜色 都是很复古的颜色 OK for那些想要穿没有袖子 然后需要穿三件事 这一件也是非常适合 你配搭一个外套一样 是搭得到的 OK 有口 没有口袋啊 OK 面料 它的面料 它是有那个垂直感 所以它才会有那个 这样子dread thread的效果 你看它是有那个垂直感的臭 对了 它腰间这边一样啦 它这边是这样子 左右两侧有这个压折 有一点blit 然后上围这一边 胸线是在这一边啊 所以它这边一样是这样子 有折的 OK 你怕走光还是你不能穿这样的V的 你就里面穿这个tube就好 tube bra就好了 对我来讲 这个V是刚刚好 不会太低 OK 你也是青色M-Soul啦 Lilu你的是Dark Coffee M-Soul ChongChong是Dark Coffee啊 不是M-Raw啊 OK 收给你了 Dark Coffee S OK Dark Coffee 青色 青色 还有我身上的黑 长度 又要是非常大气的长度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 这一件穿M-Size 绣好了 我是穿着S OK 最大的码是去到XL 长度是随M-D-Lang的长度 不用怕说它扭扣啊 它扭扣基本上啊 最最高的那里是到脚到乞丐那一边 不用怕扭上去的时候会走光之类的 是不会 穿的时候就是前面扭扣开了 这样的套起来 转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 上班想要鲜瘦 然后比较有职场感的 带走黑色的 OK 黑色 想要比较复古一点的 你可以考虑带走这个Dark Coffee 这件如果你们再配 啊 再搭一个外套 非常好看 因为它前面 一它是没有修吗 非常适合搭外套 再加上它这个V啊 稍微有落影落线 带外套 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 所以说这个搭外套非常的好看 然后轻色呢 就是比较outstanding的颜色 轻色剩下S啊 属于要轻色还有S而已 轻还剩下S啊 属于要轻色的剩下S 三个是黑 Dark Coffee 还有黑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 对 这件穿M size 就好了 跟我来上一下 这个款式啊 选择带走M 看到一次身高 160整体穿起来 处于一个7到8分的长度 非常大气的一个长度 赶快啊 M size 还有黑色 跟Dark Coffee而已 好 没有 那我就换下一个款 呃 短裤 我可以 媳妇裤 媳妇裤 这些款式啊 这些这样子长度的裤子啊 新年啊 是必备的 为什么呢 因为新年很多长辈啊 很多Gas 来拜